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帆斯德 最新的蘋果人又出來了 今天要來介紹這個 雞豆蘋果人BOT12黃金可樂丸 但是這次的內容不太一樣 這黃金可樂丸的出處是在動畫的21話 可樂丸跟水龍同心協力的過關 進而升級為黃金化 所以沒意外之後應該也會出一隻黃金水龍 套件的內容由可樂丸本體變成了金色的樣子 鹽珠漬也是從藍色變成了紅色 然後黑色的那塊黑橡膠也變成了紅色的 頭上頂的跟發色的瓶蓋也都變成了金黃色 跟我們這次透明頭上頂的好像有不太一樣 然後是可樂丸的裝甲也全部改成了金色 接下來就是這次的大重點 多了一個可以裝Joey Kong的零件 這個我們等等來介紹 我們接下來看他的各部功能圖 這邊可以看到這台可樂丸的貼紙有大大的減少 然後其他零件的功能都沒有變 簡單來說就是一台異色版的可樂丸 接下來回到本次的大重點 沒錯就是這個Joey Kong的底座啦 這次這盒黃金可樂丸 有附能跟Switch連動的遊戲下載碼 讓你可以測試放射力道 連射速度 還有射擊準確度的小遊戲 終於在除了購買場地以外的地方 可以玩到Switch的小遊戲 那看到這邊我想大家的問題就來了 會不會這個又是只有在日本有 而我們這群海外玩家 會不會又變成閹割版本呢 這部分大家就一起來猜看看吧 我本人是希望不要啦 也讓我們玩一下Switch連動 那黃金可樂丸 預計在2月27日上市 價格為日幣1100元 比一般的可樂丸 880還要再貴一點 不過有附小遊戲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樂意的買單 就只希望我們這些海外玩家 不要又變成閹割版本啦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瓶蓋人搶先爆的內容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等一下 等一下